欢迎再次收看钢琴小知识的节目 这一期我将告诉大家 钢琴的三个脚踏板 它的功能、原理以及示范如何来调整这三个脚踏板 钢琴最右边的踏板是沿硬踏板 它的功能是让琴声延长 让弹作者能够表达歌曲的情感 中间是效应踏板 它能让钢琴的琴声紧闭一半 这个功能非常适合那些住在组屋或者是公寓 他们要练习的时候 怕它影响到凭居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最左边是柔硬踏板 它能让琴声表达出更加细小柔和的琴声 如果我们遇到脚踏板已经没有功能了 我们要如何来调整呢 这时候我将示范给大家看 钢琴的脚踏板的原理 以及它调整的方法 我们就一起来看示范吧 当我们要调整钢琴的脚踏板之前 我们必须将钢琴的外壳也先打开 方便我们在做调整的时候 能够观察是否正确 钢琴的外壳打开非常的简单 在左右两侧都有类似门霜的东西 我们必须把它转开 那我们就可以把外壳给拿掉 那底下外壳的打开方法 也非常简单 一般上钢琴底下的外壳有一支铁顶 只要往上面推 就可以把钢琴的底部的盖给拿开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右边脚踏板的内处呢 有一个颗转动的螺丝帽 我们顺时转动就会增加拉音 然后逆时呢就会减少拉音 要如何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呢 只要我们的脚踏踩到一半的时候 那指银棉会微微的张开 我们再看一次 如果我们的脚踏板完全的踩完 那指银棉呢就会完全的张开 我们该看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一次 好 接下来呢是调整效应功能的方法 那正确效应面的位置呢 是在琴锤的椅上 那琴锤是不会动到效应面的 那当我们踩下去脚踏板的时候呢 效应面就会在琴锤的前面 把声音给阻隔 让声音能够减低 当我们放开脚踏板后 琴声就恢复之前的声音 那有几个原因会造成 没有这个效应功能 其中一个就是它的挂钩呢 脱落了 以致没有办法把效应面给拉下来 那我们必须将这个挂钩呢 给挂回去 那还有一个原因造成 它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是它的 效应面部呢 卡着了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效应面给推回 放在放回原本的位置 最后我们了解如何正确的调整 揉硬踏板的距离 同样 脚踏板有一个可调整的螺丝帽 我们只要顺时或逆时来调整它的高度 当我们踩下脚踏板以后 琴锤会靠近琴线 距离减少接近一半就算正确 由于琴锤靠近了琴线 当弹奏的时候就会产生揉硬的效果 好了 今天的示范就到这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在你们调整以后 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那你就需要找一个专业技术人员 为你钢琴处理一下 这一期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 拜拜